哇塞,iPad终于有内建计算机了 真的是好感动哦 iPadOS 18正式版终于开放更新了 这次加入非常多的新功能 像是手写功能进化 或者是大家看到这个全新的控制中心界面 主画面或者是新的相簿都全面改版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些好玩的新功能吧 那首先第一个功能呢 还得要讲到我们的计算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界面 它现在是用这样子悬浮在上面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摆到任何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去选择切割画面 或者是全萤幕 那如果在全萤幕的状态下的话 它的按键看起来就非常大一个 有点像玩具的那种感觉 那这次的新功能呢 就是在左下角有一个这个按键 点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科学啊 数学备忘录跟换算 那科学的话就是像工程计算机那样子 也有非常多的数学符号 这些数字真的是离我非常的遥远了 还有呢,这次也新增了一个历史记录的功能 就是在左上角这边 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你的历史记录 那再来最后一个应该是大家会比较常用到的 就是换算这个功能 那换算里面呢,你就是可以去换算币值啊 或是不同的重量或长度等等的 例如说我们今天要去日本玩好了 那我想要算一下 6万日币是多少台币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输入 或者是我也可以在这边直接查回率有没有 1块台币是0.226 然后呢,你点进来就可以看到 所有它可以换算的单位 比如说我想要换算长度1英尺是多少公尺啊 或者是你要换算重量1磅等于多少公斤之类的 在这边都可以直接换算 但我个人平常在换算单位的时候 我都直接输入Google其实也蛮快的 我个人觉得有计算机就已经很开心了啦 其他就是小小的加分吧 再来下一个我们来看到主画面的部分 现在可以自定义APP的颜色咯 就是说我们现在常按桌面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自定 里面就有分深色跟浅色 那深色的话大家看到现在APP 它就变成一个黑色的背景 就是有不同的感觉吧 那你也可以切换到自动这边 它就会白天是浅色 然后晚上是深色 再来最后边有一个不同色调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APP的颜色 但是因为它是整个一起变的 所以没有到非常好看 或者是你今天喜欢黑白色调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选择 但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啦 再来上面呢 有一个可以调整APP大小的按钮 那如果是小的话就是原本的样子 那如果是大的话 它会把那个APP名称隐藏起来 然后只留下图标 那我觉得这个排版在iPad上面 就特别的好看 因为给大家看iPhone上面的 我觉得iPhone上面的APP 就会变得有点太挤 所以iPad上面这样子 意外的蛮适合的 那下一个人还要特别提到 现在APP还有小工具是可以自由摆放的 就跟Android一样 没有错 你就是可以把它摆到任何地方 然后有一件蛮好玩的事情 就是现在啊 小工具跟APP 还有它的大小都可以自由的切换 大家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把手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拉开 它就会自动转换它的大小 或者是你就长按它 它里面就会有不同的形状 让你去选择 它就会自己切换 你就不用在那边 还要这些小工具去查说它今天有哪些形式 你就可以直接换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还蛮不错的 就是你今天也可以直接从APP切换成小工具 就是你这样长按之后 它里面可以让你选大小嘛 那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小工具 它就自己变成一个小工具了 是不是蛮不错的呢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切回来 所以现在就是玩法变得蛮多的 这也是要稍微适应一下 再来另外一个很像的功能 就是控制中心了 我们现在控制中心真的变得很像一个小工具集散地 首先第一个大家看到它的外观 现在变成一个圆形的有没有 我没有很喜欢这个圆形 不过它是可以改变形状的 就是我们一样长按之后呢 它也会有那个把手 那你就可以把它拉大 就是说很常用到闹钟啊 计算机什么的 我就可以把它拉成比较大一个 比较方便的选取 那有些功能 像是这个连线的功能 它是可以变成整张表单的 它可以拉到超大 它就会变成一个自己的页面 所以现在控制中心也可以分不同页 就是你要几页都可以 然后这个页面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去跳到那一页 那它里面也新增了非常多的控制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最基本的D号店啊什么的 计算机都在这边 或者是音乐的界面 你可以直接摆在这里面 总而言之就有点像是另外一个小桌面吧 只是是可以直接控制的一个小桌面 然后呢我也要特别提到家庭的控制项目 例如说你有联轰帕 或者是有一些智慧插座什么的 你都可以直接在这边把它打开 我觉得这个新的控制中心 大家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去适应一下它的排版还有用法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到备忘录的部分 就是备忘录它其实在18.1 因为现在这个是18的正式版嘛 那18.1是测试版 在18.1那个版本其实是会有AI功能 然后帮你把录音转成文字 但是这次正式版就是还没有加进来 所以我们就不多说 那这次备忘录开始支援数学公式自动计算 例如说我今天要算一个很简单的加减成书之类的 当我按下等于的时候 它会自动出现答案 那你也可以去选说你的呈现方式要怎样 也就是说直接是答案 或者是你要整个算式都出现也可以 那除了用打的之外 你用写的它也可以自动计算 而且它还会模仿你的笔记 非常的好玩 那现在也可以自动生成数学图表的图形 就是你今天写完算式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个框框 那你就可以选择插入图形 它就会有这个图表出现 而且还有精美的动画 那你就可以选择说要把这个图表放到哪些地方 然后现在手写的部分也有升级 它现在会自动学起你的笔记 然后有时候它自动补字 就会按照你的风格 那现在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拉直 就是你今天选起来之后 它这边有一个拉直 然后你的字就会变得比较整齐这样子 那还有一些功能 像是可以快速增加空格 或是删除句子 还有就是现在被忘物也新增了不同的文字格式 例如说折叠标题 就是现在在格式里面 领域之后呢 你其实可以让它伸缩 平常在阅读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点开来 或者是缩起来 还有就是现在在背光录里面 也有荧光笔功能了 真的是中雨耶 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格式真的是偏简单 那现在在格式里面就可以选取这个颜色 那就可以去画重点了 下一个呢 来想到无边记APP 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数学公司 现在在上面也可以自动计算 然后现在是上面的手写功能 也可以支援翻译 拷贝等等的功能 还有就是无边记现在有支援场景功能 就是今天你在白板的一个画面这边呢 你想要下一次可以快速的 跳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左下标这个加入场景 然后呢 你再移动到下一个场景 那你就可以快速的 在这两个场景当中切换 然后它现在加入图片什么的 都可以自动对齐 那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无边记这个功能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然后再下一个我们来讲到 全新的照片APP 就在下面一个整页式的相簿 因为之前不是有下面那个横排吗 那它就直接把它排到这个页面上面 像是不同的分类啊 或是不同的相簿都会直接排在这边 那如果你今天有些区块 你不是很想要的话 那你就可以到最下面这边 有一个自定与重新排列 这边就可以取消打勾 那你的相簿就会变得比较简洁这样子 我觉得相簿也是蛮需要试音一下的 因为用法变得有点不一样 再下一个可能就是全新的密码APP 就是我们之前在设定里面 不是都会记录我们的密码吗 例如说网页或者是APP的密码 它现在把设定里面那个项目拉出来 自己变成一个APP 也就是说我们点进来 那结束完之后呢 我们看到左边这一栏是所有的分类 例如说它今天是WiFi密码呢 还是普通的网站密码 或是你今天有安全性的问题 它都会出现在这边 然后在下面这边呢 还有一个群组 就是其实苹果系统上面的密码 都是可以跟其他人共享的 那你就是可以新增群组啊 新增联络人跟他们即时的分享密码 那左边这边呢 就是我们详细的密码的内容 如果你平时把它复制啊 或是修改什么 我们就可以来这边找看看 再来在讯息APP的部分 iMessage 我们平时在打字的时候 它右边新增了一个文字动画特效 里面呢就像有放大啊 缩小晃动什么的 就蛮可爱的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贴纸回应功能 就是让大家看到 我可以在它的回应上面 贴非常多的贴纸 而且里面呢 也包含了我自己设定的贴图 例如说我家的毛 我就可以把它贴到这上面 而且它贴图还可以一直叠上去喔 哇 这个是动态贴图 好可爱的吧 就是你今天是Live Photo的话 它就可以变成这样一个动态贴图 然后呢 现在在iMessage里面 还可以预约传送喔 就是在这个选单里面 有一个稍后传送 然后里面你就可以写 例如说记得吃药啊 记得起床什么的 你就把它打进去 然后这边来设定时间 它就可以依照你的时间 去传送你要的讯息啰 再来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提醒事项 跟形式力终于整合了 就是你今天在这上面 新增了任何一个提醒事项 它如果有一个截止日的话 就会出现在你的形式力上面 我根本是没有在用提醒事项这个APP啦 如果大家有在用的话 可能会觉得 跟这个形式力整合之后 会变得更好用 再来下一个呢 来讲到辅助使用 现在里面有个眼球追踪 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今天你可以用你的眼睛 来控制你的iPad喔 那你今天要设定的时候呢 它就会要你去做一个测验 那你就要一直注视着 上面那个圆球 彩色的圆球 设定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注视的方式 去选择不同的功能 但是现在有一个小小缺点 就是它们有办法翻页 那除此之外呢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语音捷径也非常好玩 它今天可以直接跳过Siri 然后念出指定的关键字 就可以执行捷径 那好用的捷径像是可以关闭WiFi 然后开启通透之类的 今天有看到有一个留言说 它现在知道这个功能之后 它骑机车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控制它的AirPods的 通透还有降噪 我觉得真的蛮聪明的耶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语音捷径 相关的设定教学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会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影片 来讲解这个功能喔 那最后我们来讲到这次基于iPadOS 18 所有的iPad机型 包含有12.9寸iPad Pro 第三代跟之后的 然后11寸的iPad Pro 第一代跟之后的 iPad Air第三代 以及之后的机型 还有iPad第七代跟更新的机型 iPad mini第五代 以及后续机型 那其实这次iPadOS 18 最主要的还是AI的功能 只不过最快要等到18.1 才会加进来 而且是英文版先行喔 不过也很快啦 就是下个月了 那里面包含非常多的功能 像是写作工具啊 图片生存等等的 到时候我们也会示范给大家看 那如果不想错过最近消息 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通知喔 好 那我们今天新功能就是下到这边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功能呢 或者是最有感的功能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